前面这一带在过去居然是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 这里到底发生过了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乔 我现在南宁的江南区 今天来这里主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在过去被称为是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 就是我身后这一片了 为什么称这里为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呢 如果你也好奇的话就点上屏幕上的有用或者是按摩纸 现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前面这一带在过去的话有一个别名叫做母猪汪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搞笑的别名 对于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为母猪汪 在网上的话也是众说风云 说法一 说这个尖汪限猪度 因其而得名母猪汪 说法二 说这个河汪的话在过去是用来丢洗猪的 还有一个更早的说法 说这个地方在过去的话有一个母猪精 带着很多小猪仔在这里兴风作浪 虽然有着很多说法 但是真正这里为什么称为母猪汪已经无从考究了 但是南宁本地人对这个地方有一句老话 就是说好东西留不到母猪汪 从这一句话就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地方在过去是很偏僻的 不受待见的 更是一个不吉利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在过去的话 从上游留下来的任何好东西 还没留到母猪汪就被人打捞完了 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有从上游溺水生玩者的气体 都会堆积在这里 反正就些不好的东西都会堆积在这里 因此南宁人都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吉利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 这个河湾的连岸城市面貌早已荒野一新 右手边这栋高高的楼就是南宁的第一豪宅 凯旋一号 还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码头 码头边上迎来很多游艇 豪宅游艇 这些都是富人标配的 而且这附近的房站也是南宁升级最快的一个地方来的 珍惜万万没想到 曾经人人都嫌弃的母猪湾 现在变成了南宁的富人湾 好了 这里就是在过去被南宁人称为姓母猪湾的地方了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荒野一新 成为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是评论的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